花冬综合发展实施方案即将迈入第四期 为了深入地方让各界充分了解实施方案以及目标 华林县政府课正拟定实施方案 并从112年起分区办理三场次的华林县地方座谈 2号下午则是前往凤仁国小举办中区地方座谈 希望拟据共事打造与乡亲意见交流的沟通桥梁 花莲县第四期综合发展实施方案 以智慧花莲有机慢活为愿景 以地方创生智慧城市为策略主轴 沿拟旗舰计划强调近零排放与科技应用 从在地发展出花莲县无可取代的独特性 打造永续幸福花莲 大家都知道花莲县综合发展方案 执行到现在已经是第三期的最后目标 也就是说我们今年呢 花莲县政府要报第四期的所有的实施方案 给中央来审定 然后在113年到116年来推动来新建 所以要让这个一起呢 将近40亿的议算呢 希望能够让这个经费呢 发生经有的效果 让这个钱花在高层上 所以呢我们在北中南办三场的这个座檀位 为了深入地方使各界充分了解实施方案及目标 并广纳地方意见 花莲县政府刻正拟定实施方案 并从112年起分区办理三场花莲县地方座谈会 2号下午则是前往凤仁国小举办中区地方座谈会 希望在我们第四期的阶段 113年的时候 赶快从整往花莲这一点 最基础自来水都没有的 这个不管是部落里考乡镇也好 把这个资料都投进出来 那就用花东基金来解决 现在这很困境 不然可以直接的坦白说 就是绝对都没有办法自来水 这对于民众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然后如果能发展在一些 第一管家比赛场也好 应该去达到地方发展 那是地方有收入 然后对我们拆益 因为现在也快了 快了他经历 他可以啊 可以入用 学校机长这样 可以帮助这样的发展 可以有提到这些赛事场地 或许是能够改善 在我们寿风 在湿区里面 大概有100公斤都是湿地 那我有一个思维 说是能够把那里画起来 能够做一个私立的一个公演 让人家打个卡 让人家有能够赏 赏一些欣赏一些 可以种一些像 若云松那种树根 把这边做一个桥啊 跟我们的地主来走走 这个让可能要很多机会 所以可以骂入 这个 这个发展的未来 我们也是说 要打光光 也是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经验 座谈会广纳地方意见 希望针对县内各方所面临的问题 对谈沟通 凝聚共识 解决问题 据以了解并收集 民众对花莲发展愿景的 相关想法与意见 要与乡亲们 携手打造 永续幸福的美好城市 记者徐立芹 凤林郑报导